嗨大家好我是小雪 那今天呢用這個打錢齁 先來打我們的這個七瘋王夢魘集 那這是美版的賬號齁 那其實現在的卡齁 打這個關卡應該是很輕鬆啦齁 那我們一開始呢 第一關的話有一隻兩萬左右 血量的燃燈齁 那他這是一補盾 不過現在來打的話輕輕鬆鬆 兩回合就可以帶走了 因為這個回復力齁 這個隊也是有加成的 那第二關的話也是兩隻小怪 那這邊就當作集行動值吧 那這血量都不多啦齁 一百多萬而已 大概是現在地獄級的五分之一而已齁 那第三關的話就是八康伯盾齁 八康伯盾齁 八康伯盾這邊也是輕鬆轉齁 因為對的話齁 這隊沒有增加什麼轉租時間 但是呢 這隊血量很多齁 就算你手轉很爛的話 應該也不太容易死 而且他每回合只打這個 五千九 就算追打也不太痛齁 四重凍結這邊就 輕鬆轉 好這邊的話 行動值都擠滿了 第二條血的部分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齁 反正直接打 這個平砍的話應該都是 接近千萬的齁 那再來齁 第五關是這個素材 那這邊的話 手削水木一樣的齁 好像多轉到一點 那我們這邊的話 把這個打開 然後就看一下板面上的珠子齁 大概就是 一組水一組木嘛 那下一關的話 三隻小怪 三隻小怪 然後有一個仙弓齁 仙弓應該也癢癢的齁 六千多 做個全體攻擊帶走 那這邊來到第七關 第七關的話 兩隻這個天狗齁 天狗第一條血的話 他是強化盾 然後迷惑母福斯齁 這邊還有一個風化 起手的時候小心一點 但是沒有打阿牆挖住 到底沒有打阿牆挖住 好 所以 就 就是 一 好,這邊有轉道了之後 下一關是越戰越強的樣子 繼續把這個打開 那我們這邊靠這個平坎把它帶走 然後下一關的話召喚小怪兩秒轉珠 那我們這邊有潛力略的狀態 所以這個15秒轉輕輕鬆鬆 再來第九關的話 這一隊比較要注意的地方 他這邊的話要消15顆火 那這邊其實也可以用龍珠去 不是龍珠 龍珠去綠 但是呢 如果你對自己的手轉有把握的話 其實我覺得沒差 就慢慢打就好了 除非你真的很衰很衰 都天降沒有火珠 不然的話這邊應該也是輕鬆鬆 好,那這一回合我們就可以帶走他了 他血量接近600萬 接近600萬 把他打開 好,忘記消耗火珠了 好,我們這一回合把他帶走 而且他CD275 壓力蠻小的 這樣就可以來到王關了 好,那王關的話 他就是三回合冰凍 然後是沒有辦法解冰凍的 那這邊的話可以開一個這個蛇妖 好,把他凍結 不然的話就是要撐三回合 好,所以我們直接開蛇妖 空轉 然後繼續把前列開回來 好,單級要800萬 好,所以我們這邊的話 開這個達爾文 好,那我們這個強化珠的部分 留這個水火木強化下來 因為下一關的話是三屬強化盾 首先要進光暗 最後呢我們開個牌珠 我要排到這個強化三屬盾 那這個暗光暗珠的部分 我們就用疊的 欸,等一下等一下 火珠沒消到,火珠沒消到 火珠沒消到 火珠沒消到 應該是說沒有火珠 好,我們這邊賭這個天降吧 好,雖然說沒有天降啦 不過我們再打一次吧 好,這一次的話我們就要收轉了 先把這個光暗濾掉 其實你也可以靠浮愛在這邊抹 我反正也不會死 然後等那個達爾文跳再開達爾文就好了 等一下再開達爾文 好,這邊達爾文跳之後 祈禱有三屬齁 水火木都有 好,那這邊的話就直接 轉了 三屬性都有轉到 然後不要轉到光暗 應該也不用轉太高湯 那就直接帶走 這隊打七瘋王夢魘算很簡單 不過這隊的話是沒有成就啦 成就的部分是 就是只有水只有人 還有三個以上種族 那這邊就推薦給大家 如果有這隊的話 好,臨時通關